你说什么关系 见不得人的关系 我喜欢他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他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我喜欢他太正常了 不是您恶不恶心啊 这么大岁数还找一个二十多岁小伙 你可真够恶心啊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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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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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初会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 我们日子过得那么苦 我说什么了 住在地下室里 你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吗 我身上都记沉了 我一个女生住在那种 又冷又暗的地下室 我多难 无论多难多苦 我都没说什么 你不要这么这么对我 你太过分了你 住在地下室里 你回来跟我说清楚好不好 你回来 你跟我们简单的说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两个人重新回到了台上 他男友显然有什么难言之隐 并不想说出事情的真相 当被主持人逼问的时候 男生才磕磕巴巴地表示 那个钱呢 是自己问那个女人借的没错 先说清楚 你跟那个 就那 大姐是吧 就是关系很好的姐弟 关系很好的姐弟 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 就这样 仅此而已 等等我不听你说了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借口 你把那个女人叫了 好不好 叫了 我没法跟她说 每回都是这样 这话能说清楚吗 你要能说清楚啊 你当时你就说了 磕磕巴巴 得要不然话就是 你到底要不要她说啊 来你说一下 然后这三万块钱怎么回事 是我向她借的 你经常向她借钱 没有 所谓的小三出现以后 更是毫无避论自己对男孩子的喜欢 你说什么关系 见不得人的关系 我喜欢她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她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我喜欢她 太正常了 不是你恶不恶心啊 这么大岁数还找一个二十多岁小伙 你可真够恶心啊 不是 你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还是来闹事的 你是来分手的 你还是来和好的 无论怎样 我也得把时间给弄清楚 我跟你说 承承 我跟你说 这女孩 这么泼 这么厉害 你说你又那么老实 你说你这 让她这一句顶一句的 说的欺负成这样 我跟你说 她跟你不合适 你趁早跟她分手 给你再找新的 找好的事 有的是 不就想知道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对 怎么认识的 什么关系 跟我详细说清楚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就是三年前 那时候她还不认识你呢 我就是到你们超市 去买东西 我的钱包呢 落在那个行车厂了 然后承承的捡到了 当时我拿现金答谢她 她也不要 后来我就 把我的名片给她 我说你啊 有事找解 她也没有找我 后来我说 我给她介绍个工作 她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哎呦 我觉得这孩子 真是特别的实在 而且特别礼貌 然后那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总给我发个短信什么的 啊 我觉得这孩子 真是特别好 那那钱呢 钱 你知道她是怎么向我借的 这个钱吗 你知道她借钱的时候 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啊 她说你 跟她一样 也是家境不太好 能吃苦 踏实 啊 然后也是特别有上进心 想拿这个钱呢 去学一个东西 然后回来呢 改善你们的生活 啊 我是这种情况下 才借给她钱的 我要知道你是这样 我真的不该借你借 那你借钱就借钱了 干嘛还搂搂抱抱 人招人都看见了 搂搂抱抱 对 你看见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 跟她搂搂抱抱了 我就是那天去给她送钱 你走的时候 她说什么 还我钱 我说不着急 钱 再说 我就拍了拍她的肩膀 然后我说 你好好干吧 啊 这就成了搂搂抱抱了 啊 你们那超市的这些人 怎么都那么俗气 那么素质差 整天挑不离间的 你你你凡事 你动动脑筋 你走走脑子 你说我要真跟她 有什么关系 啊 她还能找你谈恋爱吗 你想想 我要是真跟她 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还会来到 这现场吗 还有了 就是我要是 真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会拿钱借给你 我有病啊 我 我看你啊 真是配不上我的弟 你趁早自己自觉脸 你就分了算了 看起来两个人 并不像是情人的关系 反而像是姐弟俩 女生怒不可遏 表情委屈 她不想这样 失去这个男人 可是面对面前 这个看起来 就很富有的女人 她却没有一点点的自信 而男友 更是大声希望 她能够闭上嘴巴 就是因为你 所以我们才造成这样 你能不能好好说 你不要对所有人都这样 对他所有人都受不了 你好不好 而富博把这个 我心里说 你们怎么会带出来 我最帅的 是三个女人 这一根女人 拿着这个女人 那个男人 但是那个女人 这一根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